大家好 又來到與區議員居家運動 今天我來到佐敦 今天是西貢街港園 身旁的就是朱衛芳議員 大家好 今天有甚麼特別想說 其實都知道現在是有疫症的狀況 知道很多的衣衣 很多人回到家還要抹地 失為抹 其實他們可能要抹些重物 抹些水的時候 開始有人告訴我會有腰背痛 所以我也想今天了解一下 如何處理腰背痛呢 這裡先講講腰背痛的成因 其實大多數腰背痛都是沒有成因的 小量大約是1%左右的腰背痛 是骨折或是癌症 大家少說癌症 有大約是5%至1%左右 找到是跟神經押著 押著神經有關的問題 但剩下差不多九成 你都不會找到他的成因 但另一件事 腰背痛多數發生在搬野的時候 我們會說腰背痛 不舒服 所以我們先要學習一個最安全的搬野方法 即是我們尾箱最安全的放置方法 你找街坊門借了一塊球牌回來救地區 你無緣無球牌是不要緊的 甚至這樣說 如果你有浪三竹就更好 浪三竹 浪三竹掃地的地坡 都可以 只要任何一條棍狀物就可以了 這條可言不夠長 這次我們目標是要學習兩個名詞 第一名詞叫骨盆前傾 即是英文叫Athury Tiltion 另一個是骨盆後傾 Prosher Tiltion 我們搬野的時候 我們是不想骨盆出現後傾的情況 不想你有Prosher Tiltion 這樣就說再見 所以我們希望目標是做甚麼 我們希望就是Neutral Tiltion 即是骨盆是中性的 不是前傾 不是後傾 現在我們利用法羽毛球牌 即是任何棍作物 這樣方法 將棍的底部碰到自己的屁股 將棍的頂部碰到自己的屁股 之後 打枝給大家看看 之後 避免這樣駝背駝出去 又避免這樣 把手放進去 把手放進去 駝背駝出去 駝背駝出去 上背完全碰不到 一條脊椎 盡可能會黏著木頭棒 下手放進去 然後慢慢放進去 慢慢放進去 慢慢放下背部 放下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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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下背部 好,朱姨试一试 好了,我看到你刚才是慢慢下跌的 对,没错,是慢慢下跌的 多多时间? 快不重要,最终高分场,慢才重要 对,这个是,碰到尾箱那里 然后,如果手能够穿过去,就不太好 现在是好一点的 可以把腹部收入少一点,非常好 然后,头部已经去到很好的 头部,你见到头部碰到头部正常方 这样就非常好 常见错误是什么? 常见错误有两批 错误一,尾箱不能粘住头部 现在这样逼出去,这样就不可以了 上级错误二,就是拆得太粘了 手能穿过去 如果手能穿过去,就不可以了 这样逼出去就不可以了 要粘住 我手不能拆过去 手不能拆过去 好 第二个,轻微一点错误就是 头部有没有粘住头部 粘住的话,这样就OK了 这样就慢慢将身体驱过,慢慢下跌 搬车的时候,我们上半身是要下降的 我们就要练习这个hip hinge 这样的动作 这样的动作 上半身是要上半身 当你下跌不住了 OK,下跌不住了 上半身是要上半身 每次你练习的时候 你可以做十几下再入 不是要做到你累的 也不需要累的 这是练习的 这是练习我们对肌肉方面的记忆 搬东西的时候 我们叫做neutral teeth 我们不可以这样 又不要这样 我们的腰要直反的 最安全 对腰部来说 下背来说 最安全的做法 换骨 还有大腿 伸出脚 然后搬 下来 下来 对,没错 搬 下来 其实 如果大家深水清 这个其实就是心筋的动作 球派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们先还一块球派给街坊 好 在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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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背应该是直 搬起时要直 最低限度 不要拖背 我们要练习第二件事 就是 可以屈曲 亦不可以伸展 这两件事都是练习的功能 只要我们不过度伸展 不是过度伸展 不是过度伸展 其实对我们的腰背来说 不会有问题 所以当我们学习了 如何做好 妖操跳 如何做好 腰背中腰的动作 我们下一个东西就学习 给腰背做一做 去屈曲 伸展 只需要将双手 按在地板上 简单 四点触地 这样 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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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做两件事 一是 extend 另一是 fresh 伸展 下背 靠下背 下背 一个伸展 一个屈曲 为之 一样 我们需要做 大概是 十个 到十五个 再加上左右 再加上少量 看好了 可能是伸展、鬱曲 伸展很多 不然是伸展、鬱曲 伸展、鬱曲、鬱曲 收到高點、收到高點 收到高點 整個過程來說 伸展和鬱曲 訓練我們的腰背 告訴你 伸展和鬱曲 輕微地地做 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要解釋的概念 叫做Kinesiophobia 運動恐懼症 往往我們會看到有些人 尾腦不舒服,所以還是不好動 你越不動,前期一樣都是受到傷害 前期不動是合理的 但後期的話,你應該要提供一定的刺激給他 若不是你越不刺激他 你越不給他一些運動 其實他會退化 對,他會退化 我知道朱瑛是護士理 所以應該在腰背護理方面 也應該有些心得 有些法理治療師也教過我 如何保護腰背和訓練腰背肌肉 放鬆陰骨和陰骨之間 浮膚度 讓陰骨不會傷壓 做到陰骨給你看看 好啊 好,第一個先 第一個呢 如果當我們很累回到家 躺在床上 當這個是床 躺在這裡 我們中間還有個胸位 我們收縮我們腹部肌肉 盡量壓到床板 壓到床板 是用背部胸位的肌肉 收縮腹部肌肉 盡量壓他的 盡量壓他的 其實我們就訓練了 我們背部肌肉 我們每人做多些訓練 我們的腹部肌肉就會夠力 好了 這裡我先補充一點 其實這個動作和剛才 用羽毛球排 或用掃把動作 是非常類似的 它是要鍛鍊 令到我們的下腹 為甚麼呢 你的尾箱要收到下去 即是手不能插下去 手不能插下去 手不能插下去 即是我的手不能插下去 那需要甚麼呢 需要專然的下腹雲力 這樣下腹雲力 腰背才能貼到床板上 對呀 才能貼到床板上 所以躺硬床 其實在這方面有作用 你可以好好嘗試到 自己的下腹雲力 能夠按到尾箱 可以落到床板上 這個和剛才我所分享的 用這個掃把 和用這個羽毛球排 去做是耳膚雲工的 好處就是我們經常訓練 腹部肌肉收縮 我們肌肉就會活化 然後我們去大小便的時候 尤其是大便 都需要用腹部肌肉的 所以我們多些 訓練我們的肌肉 我們去大便 亦都可以有那個能力 可以暢通的去到大便 好 第二個動作呢 我們就找一個地方坐吧 坐下 然後呢 坐好椅子 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 她說 這個動作呢 能夠把腿間盤放鬆些 不會壓住 首先 拿一隻腳 放在另外 放好一點 放穩 在另一隻腳的上面 放在七頭膏那裏 然後呢 將身呢 靠向前 不是不斷地上手下路 而是呢 下來了這裏 之後 然後你數十五下 數到你呢 是放鬆為止 所有剛才所教的動作 包括注意緣 和我所分兩個動作 多數都是慢做的 你不是很快 包括注意緣 剛才示範的 就有十五秒的時間 的長後 剛才四點接觸法 所做的呢 不是 是這樣的 不要快 慢 慢 慢 一快的話呢 這個功用就沒有了 因為我們今次所做的 所有事都是Rehab的 即是所有都是伏腔 伏腔 伏腔的動作 快的話呢 你的肌肉是堅持不了記憶 到最後反而容易弄傷你自己 就是伏腔我們肌肉本身的能力 所以我們做回一些肌肉 肌肉的運動 讓肌肉油我們本身 應該有的能力 讓我們做到我們日常的運動 日常的活動 是的 剛才 朱元所示範的那兩組動作 最低限度 你應該保持到十五秒 毫力在捉住床的動作 還有這個 最低限度 你要維持到十五秒 令到肌肉記憶能夠自立 這樣才有效 而我剛才所做的動態形式動作 尤其是有分別的 朱元所做的是直態類型動作 我所做的 Hip Hinge 和剛才所做的四點接觸 Extend和Breath 伸展和屈曲的動作 兩個動空點都是慢做 不過朱元是直態類型動作 我所做的是動態動作 動態動作 你大概做十到十五rap左右 做兩至三set 可以隔天做的 沒有問題的 你現在復健的話 關鍵在於你慢慢做 好做到累 你一感覺到累的時候 你就要休息了 因為你一累的話 會導致你的形態會崩塌 所以我希望大家做到累 講到這裏 老人家或者普通年紀大了些少 除了腰背痛問題 我們有時會有些 肩膀有些不舒服問題 下一集我們和朱元一齊講解 如何見到我們的肩膀 下集我們再見 動一下肩膀 拜拜